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習近平在中南海的銀台 坐在龍椅上面接見了林鄭月娥接受了她的素質 然後她表揚了林鄭月娥,說她過去這大半年 堅持一國兩制的原則依法行政 顯示了極大的勇氣和擔當,對她的工作 表示鼓勵和支持,表示肯定和支持 大家都知道林鄭月娥過去這大半年實際上是闖了大禍的 在香港為了修訂一個逃犯條例 已經把香港整個的局勢給毀壞掉了 現在反送中運動已經如火如荼 而且中共根本壓制不下去了 而且香港的這個反送中運動 也把中共在台灣的佈局全部打亂了 中共過去這幾十年為了統一台灣 為了跟台灣進行和平統一,那可是下了血本的 出了無數的資金,花了無數的人力 對台灣進行統戰,在台灣扶植起來 一大批親共的這些政客 也用大外宣迷惑了台灣人 讓很多台灣人對一國兩制,對中共還抱有幻想 結果香港反送中運起來 台灣人就知道這一國兩制根本不可行 中共根本不可行,而中共所扶持的那些台灣的候選人 他們的選情也是一落千丈 所以整個的佈局全線的崩盤 一個小小的逃犯條例造成了這麼嚴重的後果 而且更何況這個逃犯條例 她本身也沒有通過,最後不得已不得不放棄了 所以惹了這麼大的禍 那這個林鄭月娥怎麼能夠還得到表揚呢? 當然了,有人說了這個根本就不是林鄭月娥一個人的錯 這是習近平她犯的錯誤最大 因為她是最後拍板決策的這個人 當然沒錯,但是你不能夠在大庭廣眾之下 在媒體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做這樣的宣誓 讓人覺得你很愚蠢,誰都知道 在香港你們是徹底的搞砸了林鄭月娥 作為香港的特首當然要負她的責任 好了,即使是你不願意批評林鄭月娥 不願意打擊香港官員的士氣 你至少也不應當對她做出這麼高度的讚揚 你至少也可以就說一說 你們過去有成績,但是還有提高的空間 繼續努力,中央支持你們 這不就是四平八穩了嗎? 這種四平八穩的話都不說 你說習近平這個政治水平低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不僅僅是在香港問題上面如此 過幾天他要去訪問澳門 要參加澳門回歸20週年的這個慶典 在這個時候,中共就放出來了一個消息 比如說是要把澳門培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要取代香港的位置 那說這種話的又是顯示了中共 顯示了習近平這個領導班子的極其的無知 培養一個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嗎? 香港是過去150年在英國的這個法治環境下面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努力 最後才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那不是說你想搞就能夠搞得起來的 你要有人才方面的儲備、培養 要有這個制度方面的營造 最後還要花很長的時間贏得全世界的這些投資者 對你這個制度、對你這些人才的信任才行 那新加坡原汁原味的他用的是英國的那一套法治 那現在他要想取代香港的地位 還要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才能夠趕得上 你這個澳門一個小小的賭城 你哪裡有這樣的條件呢?不要說澳門沒條件了 深圳、上海這些地方都全部沒有這個條件 等於是吃人說夢對於國際形勢、對於金融環境的極度的不了解 才說出這種話來 當然了,習近平這個領導班子不僅僅是在公關方面 在宣傳方面犯了錯誤 實際上過去的這三、四年他們在很多方面 尤其是在美中關係和香港、台灣問題上面犯了很多的錯誤 可以說沒有一件事情做對了,就拿美中關係來說 拿貿易戰來說,他犯了第一個錯誤 是從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那場大選當中 就開始犯了致命的錯誤 因為在那一場大選當中,他們支持的候選人居然是川普 他們認為克林頓有可能跟奧巴馬一樣 執行所謂的重返亞太的政策 有可能在政治上、軍事上來圍堵中共 他們覺得選川普這樣的一個商人 比較容易說話、比較容易收買 所以為了支持川普,他們還在北美進行了大動員 組織了一個7000人的華人支持川普競選團 這7000人可不是普通的人,都是各地的僑領 都是跟中共在當地的這個使領館有聯繫的那些人 他們的動員能力也是很強的,而且他們可以從中共拿到錢 那麼這7000人就在美國各地進行這個活動 幫川普競選出錢出力 川普後來能夠贏得選舉,這些人功不可沒 結果哪裡知道川普一起來就成了中共最大的剋心 成了美國歷史上對於中共打擊最大的一個美國總統 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我總結的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他們的耳目失靈 什麼是耳目呢?就是他們的情報系統 他收集情報根本就不完全 因為川普過去這幾十年可是沒有少宣示過他的理念 沒有少罵過中共,他認為中共就是強盜 就是中共過去這幾十年都是在偷美國的財產 他曾經在好多年以前就說過 他要是美國總統一定要對中共進行懲罰 他一定要把這個關稅不斷地提高,最高能夠提高到45%、50% 這種宣示多的是在很多的媒體上面他都說過了 結果中共的這些情治機構居然就沒有把這些信息 把他送上去,導致了中共上層的對於川普的一個誤判 當然了,你誤判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你這個腦子不好使 你的這個智囊機構、你的決策機構根本沒有辦法 做出這樣的正確的判斷 中共習近平政權他也是有智囊的 王滬寧就是這個智囊的頭目嘛 但是現在明顯的從他們的所作所為看起來 這個智囊根本就是酒囊飯袋,根本就是草包 王滬寧雖然後稱是三朝帝師 但是我估計也就是一個搖筆桿子的文人 幫江澤民包裝一下三個代表的理論 幫胡錦濤包裝一下所謂科學發展觀 現在又包裝一下習近平思想 這些活他是幹得來的 但是要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那他根本就沒有這個水平 所以說連連犯錯,那這是第一樁錯誤 那第二樁錯誤就是川普發起了這個 啟動了這個貿易戰之後 習近平這個班子錯誤的判斷了川普的意圖 他們當初認為川普這就是在虛張聲勢 想佔點便宜 那麼習近平就想用這個強勢來壓川普 然後讓川普自然而退 所以川普不得已到了7月份 2018年7月份8月份的時候 就來真的就加稅了 加到把500億美金的中國商品加稅25% 那習近平說我把你壓下去 我也把500億美金的美國商品加稅25% 到了去年9月份 川普說把2000億美金的中國商品加稅10% 這一下習近平才知道不好辦了 2000億美金這是中共出口美國商品的40% 這是要來大動作 這不是虛張聲勢,真是要打貿易戰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才想 是不是我們得想別的辦法 來跟他妥協一下,來跟他拖延一下 實際上在這個貿易戰還沒有正式打響的時候 在川普還僅僅是在叫戰的時候 那個時候習近平如果他的情報系統好 他的智囊班子好,他就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 那個時候他就應當和川普進行談判妥協 如果在那個階段他跟川普說 我每年把我們的這個貿易順差 在降低到這個降低個400億500億美金 等到你這個八年兩屆任期做完的時候 那個時候貿易就平衡了,我估計川普可能也頂不住這個誘惑 至少是不會跟他打貿易戰,因為這個條件他實在是很難很難拒絕的 結果習近平他不走這一步,導致了後來貿易戰節節升級 當然了到了2018年的下半年 習近平意識到川普來真的就想服軟 在2018年11月份阿根廷G20峰會上面 習近平就服軟了,川普也說那我們就坐下來談了 結果一談就談到19年的4月份 這個時候習近平又犯錯了,犯了第三個錯誤 在川普的問題上犯第三個錯誤 他拿到那一份備忘錄 就是劉鶴去談的150頁的跟美國人的 這種好像是協議的初步的文本 他跟習近平跟政治局討論的時候 然後政治局又有人給他地卡情報 說你這個文本一簽署,那你就成了新時代的李鴻章了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會把你當成是投降派 當成是賣國賊了,然後就給他這種情報 說你看看某某某是怎麼說的 哪些地區的民意是怎麼說的 嚇得習近平根本就不敢繼續往下走了 一定要拒絕簽署這個文本 而且告訴政治局我來負責 結果導致川普勃然大怒 我給你這麼長的時間,差不多五個月的時間 有誠意的跟你談判 結果大家已經談到最後了寫成了這個150頁的文本了 你居然最後的時候你跟我翻臉,你說要重新再來 川普一路之下又對3000億美金的這個中國出口 美國商品增加了10%的關稅 而且還要揚言要繼續增加關稅 直到你們同意了我的這個條件為止 所以這個貿易戰就逐步的升級 後來習近平就方寸大亂 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應對了 所以說到了6月份在東京的G20峰會上面 又跟川普服軟 然後又談判,到了9月份川普又加稅 所以對中共的這個經濟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形成了極大的壓力 就是因為他們決策錯誤一次又一次的錯 那川普在跟中共打貿易戰的同時 也決定跟中共來打科技戰 因為在2018年7月份的時候 五眼聯盟的這幾個國家的情報機構 就在一起召開聯席會議 在會議上就確定了華為 是對於西方安全形成威脅的一個 中共的高科技企業和中共的間諜企業 要對華為動手 後來就導致12月1號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然後加拿大要準備把她送到美國 引渡到美國去受審 那如果是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國了 那在FBI,在CIA的強大的攻勢下 她能夠頂得住嗎?一定會把華為的秘密說出去 一定會把中共在海外的很多的秘密說出去 那個時候不僅僅華為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而且中共在海外的在全世界各地的佈局 都會受到沉重的打擊 所以中共根本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的 本來孟晚舟她是不應當被捕的 因為五眼聯盟已經做出了這麼大的動作了 那當然中共的情報機構早就應當有所察覺 察覺了之後早就應當上報到高級決策機構 高級決策機構早就應當制定出應對的策略 去保護華為、保護華為的這些高管像孟晚舟這樣的人 那是絕對不應當到加拿大來的 甚至是不應當到任何美國勢力範圍之內的這些國家的 結果他們根本就沒有做出這樣的應對措施 導致了後來這種被動局面 那後來孟晚舟事件又成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一個導火線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孟晚舟被抓了之後 中共的這個決策機構決定要把它營救回來 那怎麼樣營救呢?有人就出了一個收主意 就是說把西方五眼聯盟國家的這個高階的間諜 也就是情報系統的這種最高層的人員 也抓一個然後來跟孟晚舟進行交換 那到哪裡去抓呢?那些最高層的情報系統的負責人 他們不會跑到中國去違法亂紀,不會被你抓呀 那怎麼樣去抓他們,到哪裡去抓他們 他們後來就想到了一個主意去香港去抓 因為香港不僅僅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也是一個國際情報中心,是一個間諜炸堆的地方 那些高級間諜在那裡都有他們的活動的痕跡 他們在香港的時候如果是被抓住了 他們就要接受香港的法律的審判 因為香港雖然已經回歸中國了 但是他們有獨立的司法體系 如果是他們在香港被抓了 又被香港的這些法官給放了,那可怎麼辦? 所以說中共就想到了另外一個收主意 就是送中條例 就是如果你在香港做了違反中國法律的事情 那麼中國也有這個權力要求香港司法體系把你移送到中國 他們的本意是想用這個方法來反制美國 反制西方五眼聯盟對孟晚舟事件,對於華為的這種打擊 當然了他們也想順便打擊一下香港的反對派 那順便恐嚇一下香港人,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這也是一個收主意 因為他們不知道香港的民意 不知道最後這個送中條例會引起香港人如此大的反彈 當他們在做這個可行性研究的時候 他們接到了假情報,假情報就告訴他們 香港人肯定會有一部分人 尤其是這些泛民的這些活躍人士肯定會反對 但是他們掀不起大量來,他們人數不多 其他的階層的人一般都不會太在意這件事情 這就是一個假情報,實際上在2、3月份的時候 當香港人知道了這個送中條例 有可能在討論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人表達出了反感 比如說香港星島日報的那個老闆叫做何祝國 他是一個標準的親共派 但是他在和他的這些香港富豪聚會的時候 很多人就告訴他說這個可能就是最後一次聚會了 今後說不定就被送到中國國內去受審了 那些富豪他們絕大多數也是不相信中共的 包括李嘉誠都是不相信中共的 他們之所以覺得有安全 就是因為香港還在運行英國的那一套法治體系 所以說香港各個階層的人 從這些大富豪到最底層的那些年輕的學生 都是反對這個送中條例的,有這麼多人反對 你想一想這不在香港會要掀起軒然大波嗎? 所以說他們這個情報系統失靈 導致了最後他們的決策的失靈 導致了香港反送中運動蓬勃興起 當然了他們這個反送中運動興起之後 中共還有這個改正的時機,比如說在六月份 當這個一百萬人兩百萬人走上街頭的時候 中共還可以啊及時的剎車 但是他們那個時候沒有及時剎車 他們剎車剎的也不夠猛,還想脫離帶水 結果遭到了香港人進一步的反對 那他為什麼沒有及時的剎車呢? 這也是因為他們情報失靈 也是因為他們的智囊機構完全沒有做出正確的決策 因為情報告訴他們說香港這個地方 雖然這些中產階級現在都上街了 但是他們維持不久,維持不久 就像戰中運動那一次一樣 剛開始的時候支持的人多 但是最後我們只要用強力把他們增壓住 那麼最後這些人就自然而退了 錯誤的理解了香港的民意 這個也是造成他們後來這個反送中運動 逐步升級到了8月31號出現了太子戰 警察打死人的這種事件之後 那麼雙方都已經沒有退路了這一場政治戰爭 必須得繼續打下去,一直打到 另外一方徹底的垮掉為止 那麼香港人會不會垮掉呢?我相信不會 你最多是把這個火種暫時的給它壓制住了 甚至不可能撲滅的,一旦有了機會 一旦有一點點這個微風吹過來 整個大火又會重新燃起 所以這一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那是給中共送中的一個運動 也是對於中共造成了致命打擊的這樣的一個運動 所以中共在這個上面已經犯了最大的錯誤 習近平領導班子在這個上面已經犯了巨大的錯誤 已經不可挽回了,習近平之所以犯這麼多的錯誤 當然首先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的整個領導班子 決策的水準不行,智力不夠 那麼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耳目失靈情報系統 他沒有掌握,那麼情報系統掌握在誰手裡呢? 情報系統相當大的一部分 尤其是海外的和港台地區的這一部分 掌握在曾慶紅的手裡面 那曾慶紅可不是普通人 曾慶紅過去是江澤民的副手 當過國家副主席,在當國家副主席之前 還做過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長 這是一個間諜機構,組織部 他是一個很大的間諜機構 他是掌握整個中國的這個體制內人士的情報 這樣的一個間諜機構 他還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這也是一個間諜機構 他還通過馬箭掌握過中共的這個國家安全部 而且他還是這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負責人 最高負責人 那麼港澳工作裡面相當大的一部分就是情報工作 那麼他在做這個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時候 和另外一個人就有了工作上的合作關係 誰呢?葉選寧 葉選寧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葉劍英的兒子 葉劍英是廣東王 那麼在廣東在香港很多地區的情報的工作 也是由葉選寧負責的 葉選寧他雖然官不大 但是他的聲望極高、他的權力極大 他是太子黨的精神領袖 中共有很多很多的間諜情報體系 其中有一個情報體系是最隱秘的 那就是中共各大元老家族他們運用自己的勢力 建立的一套獨立於其他任何國家機構的 這樣的一個情報體系 而這個情報體系它是掌握在葉選寧手中的 是葉選寧來操盤的 而這個葉選寧跟曾慶紅在工作上面建立了合作的關係 兩個人也是欣欣相惜,關係非常的不錯 那這兩個人都是老謀深算的人 就是極有計謀的人,他們只犯過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就是錯誤的判斷了習近平 他們認為習近平老實、習近平聽話 所以把習近平扶植上了這個寶座 哪裡知道習近平反過來反咬一口 所以這兩個人後來對習近平非常的不滿 那葉選寧是在兩三年之前去世的 外界盛傳說他在去世之前把情報系統交給了習近平 實際上那個時候葉選寧和其他的紅二代大家族一樣 對習近平已經完全不信任了 不可能把情報系統交給他,他是交給了曾慶紅 所以說曾慶紅跟習近平他是早就站在了對立面 曾慶紅在過去的這幾年非常低調 但是習近平這個班子沒有放棄 一直沒有放棄對他的威脅和對他的攻擊 在2015年的時候對他這個攻擊特別的厲害 說他是鐵帽子王,說我們反腐 沒有人能夠避過風頭,鐵帽子王也不行 而且當時的中紀委的這個刊物上面還刊登了一篇文章 是中紀委的筆桿子叫做習華寫的 用清朝的慶親王來暗指曾慶紅,因為都有個慶字嘛 說這個慶親王是清朝最大的一個裸官 曾慶紅家族貪污腐敗也是非常厲害的 他兒子曾華在歐洲每一個豪宅就用了3200萬歐幣 所以說也是有非常多的把柄可以讓人家抓住的 那曾慶紅他和習近平已經形成了這種敵對狀態了 為什麼習近平沒有對他動手呢? 是因為實力曾慶紅那邊還很大 因為曾慶紅他跟江澤民是兩位一體的,是一起綁定的 當時就叫做江征體系,現在江澤民還在 而且江澤民的這個人馬還很多 所以說習近平現在不敢拿他們動手,怕引起的反彈太大 他要等一個時機,等什麼時機呢?就是等到江澤民去世 讓這兩巨頭當中死掉一個,那力量不就減掉一半了嗎? 那江派江征派系的這個人,他這個凝聚力不就少掉了一半了嗎? 那個時候就肯定有一些人就會去向習近平陣營靠攏去投誠 那個時候曾慶紅的力量削弱的時候,再來向他發起進攻 那現在江澤民的身體已經非常的差了 上一次國慶的時候出來,那真是已經是奄奄一息了 走路都走不動,要兩個人抬著才行 現在我們可以確定江澤民應當是已經為時不遠了 已經行江就墓了,那江澤民一死 曾慶紅就要面臨著一場惡戰 習近平一定會向他動手,那麼最後這兩個人 到底會誰輸誰贏呢?很難說,習近平有他的優勢 就是他掌握憲政權,這個名義上的這些機構 全部都是由他領導的,而曾慶紅也不是沒有優勢 曾慶紅這個人他做官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是人脈極廣,暗裝極多 他的人脈很多都是隱蔽的,舉個例子 他當年控制安全部,那是通過馬健 馬健雖然是副部長,但是實際上權力比部長還大 就是因為有曾慶紅做他的靠山 這個馬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曾慶紅的馬仔 誰知道的呢,這是通過一個偶然的事件 中共的一個常委叫吳邦國才發現 原來馬健是曾慶紅的人 因為曾慶紅那個時候他已經退休了 但是有一天他就打個電話給吳邦國說 某某某事情請你幫忙辦一下 吳邦國一想這個事情 這個是在我管轄範圍之內的,我都不知道 他怎麼知道呢?所以他就派人去查 最後才查到原來是馬健偷偷地匯報給曾慶紅的 馬健沒有直接向他匯報,匯報給曾慶紅了 他才知道原來這個人曾慶紅和馬健有這麼鐵的關係 因為這個馬健他是江西人,曾慶紅祖籍也是江西 那麼就靠著這麼一點點聯繫 馬健就已經成為他的鐵桿的親信了 那其他的還有很多很多類似於馬健這樣的人 我們現在都還不知道的,第二個特點就是這個人足智多謀 他搞權鬥的這個手段可以說是爐火純青 舉個例子,89年的時候他是隨著江澤民從上海調到北京的 因為江澤民那個時候被鄧小平清點,要到北京去當總書記 江澤民覺得孤立無援,在北京完全沒有辦法打開局面 而且隨時都有可能被撤掉,因為鄧小平把他調到北京以後 一度對他相當的不滿,認為他這個人不夠開放 不夠改革,不能夠繼續執行鄧小平的確定的路線 一度想把他換掉,所以江澤民非常著急 就把曾慶紅從上海調到北京去當他的 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副主任,來幫他出謀劃策 當他的謀事,曾慶紅果然也不負江澤民所望 幫江澤民扭轉了局面,那個時候鄧小平想換江澤民 還有就是作為軍委第一副主席的楊尚昆 也對江澤民非常的不友好,而且楊尚昆還有一個弟弟 叫楊白斌,他是軍委的秘書長,這兩兄弟完全掌握著軍權 那你說江澤民這個官怎麼當,如果鄧小平死 我估計楊白斌、楊尚昆這兩兄弟輕而易舉就可以把他廢掉 所以說他那個時候可以說是地位微如雷暖 那怎麼辦呢?曾慶紅就找到了一個機會 幫他把楊氏兄弟就給趕出局了 楊家將那個時候這兩個人叫楊家將很快就從政壇消失了 他是怎麼搞的呢?他就是挑撥楊家將和鄧小平的關係 鄧小平那時候身體不好了,那個時候楊家將權力又很大 所以曾慶紅就派人到外面去散這些謠言 說楊家將對於這個六四,鄧小平所發動的這個六四 大鎮壓有不滿,說準備要平反,楊家將實際上跟鄧小平關係 一直是不錯的,但是在六四之前曾經表態過一下 說不支持這個鎮壓,但是後來鄧小平強烈堅持下 他們又順從了鄧小平所支持,所以說鄧小平對這兩個人 心裡面已經有一點點不那麼放心了 那麼後來又聽見了各地都有謠言 說楊氏兄弟對於這個六四平反很有興趣 鄧小平一聽這還了得,如果我一死 你就跟趙紫陽他們聯合起來來方案 來對我錯股揚晖,那我怎麼受得了呢? 所以說對楊氏兄弟就不滿了 那個時候楊氏兄弟又提了一個 100人的軍隊裡面升官的這個名單 當然都是他們自己的人了 這個時候曾慶紅主動的出擊,要江澤民 跟他一起去見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 然後跟鄧朴方說,這麼搞下去,老爺子還在的時候 這兩兄弟可能就要翻天了 所以說鄧小平及時的就把楊氏兄弟給廢了 楊氏兄弟很輕鬆的就被曾慶紅的這個計謀給解除了 這就是中共內鬥當中,這個狠角色曾慶紅 所以今後他和習近平的這個內鬥 到底陸死隨手還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一定會有一場惡鬥 現在關鍵是他們這場惡鬥,關我們中國民主派 中國老百姓什麼事情呢?關我們的事情 中國民運的這個元老級的人物 胡適根先生就曾經論述過 中國要想改變一定要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中共黨內分裂 第二個就是外部國際上對中共的壓力大增 第三個就是民眾覺醒 現在兩個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當然中共這個內部分裂現在還沒有公開化 將來公開化這是必然的 所以今後曾慶紅極有可能發動政變 當然其他人也有可能發動政變 那麼政變了之後老百姓就可以趁機發動民變 大家一定要掌握這個機會 政變的時候當他們內部互相鬥爭的時候 狗咬狗的時候,那個時候老百姓是最容易 最容易找到一個突破口的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 民主派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 當然了也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民間的抗爭力量率先爆發 最後引起了高層的震動,引起了高層裂痕的擴大 比如像89年六四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一個場景 那麼下一次民眾抗爭的規模肯定會比89年更大 那麼最後引起高層的這種分裂 也就會更加的明顯更加的劇烈 民變也可能引發政變和兵變 所以說那就是未來中國的改變之路 所以我們一定要了解時事,了解時事了 才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贊成我觀點的朋友點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我們下次再見